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学习第三个方面 为什么要学习陶黑 任何一个穆斯林 他们在问到谁是创造你的主 他们都会说是阿拉 比如一个人拿起了一个手机 然后把水倒在手机上 然后去喝 用手机当作杯子来喝水 我们会说他什么呢 我们会说他是脑子有问题了 他不知道这个手机是用来打电话用的 而不是用来喝水用的 你现在被创造 为什么被创造呢 是为了你玩耍吗 只是为了你吃喝睡觉吗 不是那样 你被创造是为了一个目的 人被创造是为了要崇拜独一旦拉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崇拜独一旦拉 就如同他用手机来喝水一样 问题并不是一个人不知道他的主宰是谁 问题是他如何在知道主宰是谁之后 他如何去做 我们在前面的前言当中已经讲到 讨黑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人在内心当中有真正的 有讨黑的信仰了 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不会违抗阿拉 我们提求阿拉是我们坚定在正确的信仰上 那